3月15日 长河落日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当日 各大媒体起居现场 总经事韩塞平 总直播人监编剧赵军 总导演赵一龙 美方制作人艾伦诺埃尔维哥 美方导演肖恩·皮吉尼诺 主演张鲁音 张俊宁 张陈光 以及美方主演卡斯帕凡迪恩 演员埃迪·达文波特 斯盖勒哈特 瑞恩·欧曼 杰雷米·邓恩等 众主创新手亮相 为新剧助力 国际范儿十足的豪华阵容 肯为赚足眼球 发布会上 张鲁音·张俊宁 这对高音质高学力的林业CP 现场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分享距离之外的趣事 她及对角色形象的塑造 张鲁音反复强调 自己事业的男主无眠一郎 是一名中国人 虽然仰装穿在身 但心依旧是中国心 她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与信仰 是一个值得人仰望的角色 女主角张俊宁则表示 叶碧莹这个角色身上 有许多闪光点 她记忆力超群 虽然外表弱弱 但具有挑战和不服输精神 其实我觉得 特别欣赏的部分是 她很松 所以对角色有很多的理解 那我们每次在现场 我们都会讨论 她就会讨论说 如果我们不降牌 有什么可能性 但往往出来就是更大胆 然后会更激 这个是 不学到的部分 我觉得 让我特别踏实的是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导演 和团阅 然后 一幕导演对于这个剧本的预计 包括他对于 现在做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这种追逐 让我看到的 这个剧本工作 和方向和希望 所以我觉得是 他们两个工作的力量 让我们去完成 谢谢